你知道吗 有一颗独特的星星 每隔一个半小时 就会从天空划过 从浩海太空 俯视着蔚蓝星球上的古老大地 它的名字叫天宫 天河星星 神舟出征 问天求索 梦听入列 在神话里流传了几千年 蓝图中构想了数十年 在任航天工程 立项史事三十年后 中国人终于建成了 自己的天上工具 我们在太空有个家了 要建造一个这样的家 规模庞大 系统复杂 难度超高 这到底是如何一步步做到的 1992年 我国确定了 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而这个战略的第三步 就是建造空间站 在中国航天人绘制的蓝图中 天工是一个T字构型的组合体 核心舱居中 两个实验舱 分别连接于两侧 2020年5月 长征5号B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拉开了中国空间站建设的大幕 天河 问天 梦天出征 做的都是这款火箭 但凡事不能一步登天 要在太空中实现三舱核梯 也经历了 也经历了从E到L到T的变身过程 2021年4月 天河核心舱成功发射 中国空间站载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 这个比国际空间站任何一个舱段都大的舱底 不仅是中国空间站的管理控制中心 也是航天员驻站生活的主要舱段 它拥有一对闪亮的翅膀 可展收柔性太阳电池翼 展开134平方米的面积 全部收拢后只有一本书的厚度 能为舱内设备正常运转 提供充足的能量 天河核心舱的成功发射 迈出了中国空间站从零到一的一步 它的一字构型像是一束光 横更在无影宇宙之间 天河在太空并没有孤单太久 一个月后 天舟二号货运飞船 就与天河核心舱精准对接 牵手成功 送来了重要的物资和设备 不到一个月后 三名中国航天员 乘坐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 到访天河核心舱 中国人第一次进入了自己的空间站 从天舟二号到天舟四号 从神舟十二号到神舟十四号 从载轨三个月到载轨六个月 一批批航天员激励灯空 完成了空间站维护维修 监控管理等工作 以及机械臂操作 出舱活动等一系列任务 全面验证了航天员长期载轨驻流 再生生榜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但无论天舟还是神舟 都不是天河核心舱的左膀右臂 最终要实现T字构型的三局势 还得等等问天梦天 问天梦天这对孪生兄弟向而不同 问天可看作是核心舱的备份 具备空间站统一管理和控制能力 而梦天则是个工作室 带有外部实验平台 还带有货物侵察舱 能实现大型实验设备的出舱行走 2022年7月24号 问天实验舱成功发射 9月30号 经过约一小时的天地协同 问天进行了转位 空间站组合体 由两舱一字构型 转变为了两舱L构型 10月31号 梦天实验舱乘云而上 并在三天后成功转位 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 转轨组装完成 对称紧凑的T字构型 从姿态控制组合体管理上 都比较稳定 易于飞行 可节约空间站姿态控制 所相耗的资源 随后 天舟5号再一次捕获 神14神15航听员 完成转轨软换 如今中国空间站已全面建成 就这样 中国航天一步一个脚印 不断迈向浩瀚星河 当苏联和美国的宇航员 已经遨游太空的时候 中国甚至连第一颗人造卫星 还没有上天 如同运动员在起跑线上 晚了一步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以比别人更大的步伐 更快的速度来追赶 如今 太空中仅有的两座 正在运行的空间站里 有我们的一座 它是一代代中国航天人 披荆斩棘 奋斗不弃的见证和结晶 那里 有我们的航天员 在逐梦星辰 在天空上 共同书写 人类的无限可能